我們香港人是跟菲律賓人比較了解的 但是都沒有了解菲律賓的歷史 菲律賓是什麼歷史呢? 菲律賓就是西班牙人 跟太平洋的那些賭卒的人混血的 當時菲律賓就是西班牙國王的名字 西班牙一個皇帝叫做菲律賓 所以叫做菲律賓 那些西班牙人跟太平洋民族混血了 比如哈威爾那些太平洋很多賭卒 他們混血了之後 菲律賓就是這個後代 有些像什麼呢? 有像墨西哥、古巴那邊都是菲律賓人 那菲律賓人 菲律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 是美國的屬地來的 大佬 是美國的 是美國的 我們英文叫做Protectory 差不多是保護它 等於現在關島 現在關島 那打仗了 打第二次世界大戰了 日本人就戰領了菲律賓 麥卡瑟將軍就搬去澳洲備戰 然後反攻的時候就打回來 趕回日本人出去 然後麥卡瑟大兵就一個一個島去打到日本 終於就丟了兩個月子彈搞定 那時候菲律賓根本就是美國政府 美國管轄區來的 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就問菲律賓 你們想不想作為我們美利堅聯邦一部份 就是USA一部份 就好像哈威爾那樣 哈威爾開始的時候都不是一個州 後來才變成一個州而已 就是好像現在關島那樣 關島現在都不是州的 但是都是美國的 美國屬地的 都是美國政府啊 什麼福利 人民福利 什麼跟美國人一模一樣的 住在那裡 你拿美國護照的 那美國人問他 誰知道這個馬可先 我們有自治能力 我們什麼什麼什麼 自治啊 自治啊 是啊 自治到的錢全部被他代了 他代的錢是驚人 原本菲律賓人有很多生意做的 跟美國之間有很多生意做的 還有菲律賓自己農業很發達的 菲律賓的水果出名了 我們香港那時候也買了很多菲律賓水果 菲律賓那些魚啊 就是粥魚啊 粥魚 海鮮有很多的 這麼多島 最好 最漂亮的就是那裡 根本菲律賓都很棒的 菲律賓雪家 我們叫做呂宋 呂宋雪家 它跟古巴根本差不多一樣的 所以它還煙葉捲雪家 呂宋煙就是菲律賓那些雪家 那時候我50年代 我自己在香港店鋪 菲律賓來到很大很搭水的 買東西很多很多錢的 真的有錢的 誰知被馬赫斯折管了之後 貪戶搞到銀行的錢都沒有了 那些人不敢投資 那接著呢 搞到最後經濟搞成這樣 那些女生真的沒有東西做 但是呢 美國跟菲律賓那種關係 就好像在香港人家有錢 變成這樣 就是那個南下河市搞出來的 但是呢 美國跟菲律賓那種關係 就是好像在香港人家有錢 那些人家有錢的 變成這樣 就是那個南下河市搞出來的 但是呢 美國跟菲律賓那種關係 就是好像親戚那樣的 現在很多菲律賓那些 美國不夠護士 很多大量 講二百萬計的 是菲律賓人去美國 就在醫院裡面做護士 收入很好的 那整家人一路一路 很多菲律賓人移民去美國的 那美國就是時候收不到那麼多 但是美國需要的人全部給它 當作是自己人的 所以他們對菲律賓人非常親的 就是好像親戚那樣的 遠遠親過台灣人 美國人跟台灣人實際沒有什麼的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但是你試試你試試你動一下菲律賓人 那些人不知道啊 那些王毅的那些人不知道 美國人跟菲律賓人那種關係 肯定打你 你動一動它你就死了 還傻傻地去威脅人 王毅 還有那個菲律賓的大使 就是中國駐菲律賓的大使 直接去威脅人 就是黑人 好像那些爛仔那樣 就是恐嚇人 就是大虧勢 死了 他都不知道 那你看著 那美國就開始派了 現在不知道 美國 日本 澳洲 法國 英國 派了十幾架戰艦 接著十幾架飛機 就還沒跟你打 講到最大 你看著 不用很久 一兩個星期之後才知道 出自中共就倒閉頭地走出去 它不知道 它不知道 菲律賓在人家心目中 菲律賓在國際上很有地位的 遠遠有地位過台灣 在世界上 雖然它沒有晶片 但是它一直跟人家的關係 就是菲律賓這麼多年了 跟全世界的關係非常之好 是不懂的 習近平真的不懂 對世界問題不懂的 他就是那個時候 讀完小學都還沒讀完 就出來了 根本整個人 那些人不懂的 我們香港人實際上很懂這些東西的 全世界跟哪個國家跟哪個關係 是我們很了解的 但是它真的不懂那幫老土人 那幫共產黨老土人都沒有辦法上場 你只看著人家緊張 打它肯定不夠人打的 美國真是出兩架恐怖難的 即使你再激怒一些美國 美國就給你全部搬走了 那幾個黃岩島什麼什麼島上的那些東西 都給你全部搬走了 還給你炸起來 現在就沒給你面子 如果真是做到難看的時候 就全部給你炸起來了 美國裡面說了 我跟你軍隊說的 軍隊說 他說你一天有命令 你一天就給你全部炸起來了 用什麼美國去炸彈 那些基地的 對美國的武器來講 真的 你試試動一下菲律賓 馬上就炸起來了 那些就是 所以如果中國真是這麼無知 真是夠膽再動菲律賓的話 它就死了 它就死了 這樣就肯定受教訓 美國不會什麼 美國不會守完 所以我看來這件事都不是壞事的 中共就是要受一下教訓 實際現在習近平 過去那10年已經是頭頭撞著黑了 已經撞到很多板了 它以為菲律賓很欺騙 以為菲律賓軍隊又這麼差 那些菲律賓人就好像很隨便那樣 但是它不知道後面那個大腦很厲害 日本人也是 日本很幫菲律賓的 你自己現在說美國日本兩個 你已經怎麼夠人打了 根本不是那樣的 整件事都是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誰跟它講的 想像力豐富 以為真的以為美國很差 你看錯了 那些習近平周圍那些人 什麼東升西降 騙他 根本不知道 那些人去美國 去美國六個月回來又說是專家了 懂得美國了 講到也問也沒有 習近平就相信了 全部錯了 全部是誤判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整個習近平這次在中國搞個大悲劇 就是誤判 當然了 我們中國人也好 大陸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我們是受害者 但是不是壞事 今次這個誤判呢 再給它搞下去呢 就整個中國就倒閉了 倒閉了之後有機會共產黨退出舞台 這個我們真的是提痛 短痛 但是就好過一世世代代給共產黨這樣搞下去 你想想你想不想你將我的後代給共產黨這樣亂教育 都要貌共產黨 對 這些事出現 我們沒有必定出動